第37題 心銅電池放電前芯片與銅片總值量為M 在放電過程中 下列核圖可用來表示兩極總值量的變化 原子量心等於65 銅等於63.5 我們知道心銅電池的全反應式是 心加CU2正 生成 ZN2正 加上CU 所以我們發現 我們每掉 一個心 會長出一個銅 可是心的原子量是65 所以掉了銀墨爾心就少掉了65克 然後長出銀墨爾銅會長出63.5克 那麼合起來呢 還少掉了1.5公克 所以呢 我們的總值量呢是會減少的 也就是在放電過程中 我們的心銅電池兩個基板的總值量在減少 那麼只有圖A呢是我們看到 它的質量在減少 所以第37題問我們說 下列核圖可用來表示 兩極總值量的變化 我們答案選的是A 我們跳 inverse 我們吃 我們來看 吃 吃 吃 你